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号不及督办案件 2005年9月11号 在109国道2913公里处 也就是在青海省境内啊 有一辆半挂车呀 停在便道上 车上两名成年男子都已经死亡 当地公安部门经过现场勘察之后认定 两个人都是被一枪毙命的 现场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 只留下满车的血腥味 唯一有价值的线索 是半截自制的枪管 这起案件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当时啊 青海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副政委 就担任了911持枪抢劫杀人案抓案组的组长 各位 公安部重视 省厅亲自派人侦破 可见这起案件当年的性质多么恶劣 因为这起恶性案件 来来往往跑运输的司机啊 那一段时间都不太敢跑了 911持枪抢劫杀人案抓案组 一共是53名刑警 都感觉到了这种沉重的压力 抓案组领导呢 把抓案组分成了多个小组 广泛的开展摸牌 全面的收集线索 大家心里边都憋着一股劲呢 一定得抓住犯罪嫌疑人 当然要想破获此案 最重要的 事先确定师员查明受害者身份 这倒是好查呀 因为毕竟是死在自己车上的呀 一查就清楚啊 两名受害人 一名是甘肃人 另一名是河南人 常年的在青藏线上跑运输 那么到底这起案件的性质是什么 财杀仇杀情杀 俩人呢 平时与人为善 人缘挺好 没得罪什么人 所以仇杀的可能性不大 那情杀也不至于跑到公路边上情杀去呀 更何况俩人也没有什么情感纠葛呀 那就只可能是抢劫杀人了 随后经过调查 这两名受害人 这两名受害人从西藏返回的时候领取了七千八百元的货款 但是这钱在案发现场可没找到 不翼而飞了 现在案件性质确定了 接下来就是来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来追查犯罪嫌疑人到底躲到哪了 因为这辆车呢 是从西藏开往格尔木的 警方就分析 这车也没有被明显破坏的痕迹 所以要是想抢劫 很可能这犯罪嫌疑人就是在车上的 要不这么大的车在路上呜呜的跑着 你单枪匹马的怎么抢啊 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犯罪嫌疑人呢 最早是坐在这辆车上的 这是搭顺风车上的这辆车 那么他很可能是在西藏到不动权的 这个路段乘坐的这辆车 于是专案组啊 派出一组警力去西藏 在当地展开派查 其他的成员呢 还在案发地周围寻访目击者 青藏公路沿线呢 施工单位挺多的 人员的构成呢 也比较复杂 想着在这么一个环境里 找到一个持枪抢劫犯罪嫌疑人 这是大海捞针哪 专案组的人员呢 开始走访附近工地的人员 以及过往的这些私承人员 光是询问笔录 做了就有半尺多高 案发之后的一个星期 大伙都是吃住在昆仑山上 那地界多冷啊 警察身上穿的 基本上还是单一呢 一个个动的呀 浑身打得瑟瑟 做记录的刑警队员 后来冷得基本上都握不住笔了 不停的往手上哈气 这才能继续写下去 在案发地周围 队员一共调查询问了四百多名群众 在青藏公路沿线 一共调查询问了五百多名私承人员 一共千把来人调查笔录 厚厚六大本 这么多天的辛劳 能不能换来什么成果呢 很遗憾 并没有 一点进展也没有 近千名群众 没有一个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破案线索 但是功夫不负有些人 这一千个人没提供重要线索 那就接着找下一千个人去 终于这起案件的目击者和关键证人被找到了 这是一位牧民朋友 这名牧民说呀 9月11号那天 他无意之中 看见一辆半挂车停靠在路边 当时车上呢 下来一个人 看了一下车辆 又回身上车了 但奇怪的是 车没接着往前走 而是掉头 开向了路边的便道 过了一会儿 车上下来了另一个人 返回公路 伸手拦了一辆白色皮卡 往格尔木方向去了 那么 去往格尔木方向的这名男子 很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 专案组就开始 立刻着手调查 这辆白色皮卡车 很快在格尔木市南出口收费站的记录上 查到这辆车的车号了 有车号就能找司机呀 找到这辆皮卡的司机 司机回忆说 9月11号案发的时候 他在不动拳 拉了一名男子 这男子一嘴河南话 因为这皮卡车司机也是河南人 这又是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了 俩人这心理距离 顿时就亲近了不少 本来呢 这人说让这司机师傅啊 给他拉到西大滩去 后来俩人聊的投机 又让司机呢 把他送到格尔木市火车站 下车以后 他告诉司机说 自己要乘坐当天晚上的火车 回河南 这司机师傅说呀 这个人呢 中等个头 说一嘴河南话 留着分头 头发不多 至于其他的细节 想不起来了 毕竟就见过那么一面 不过他说呀 当时车上呢 还有三个湖南 来青海打工的农民工 也是搭顺风车的 可能那几个人 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刑警队员 立即分头行动 经过调查了解 当天离开格尔木的列车上 并没有发现这个人 而三名湖南籍的民工 已经返回老家了 那行啊 先找这三个人 了解情况吧 根据三名民工师傅 还有司机师傅的描述 专案组呢 请画像专家 画出了这嫌疑男子的模拟画像 拿着这画像 开始在戈尔木挨家挨户的打听 同时专案组在网上发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 在全国范围之内 积拿犯罪嫌疑人 但毕竟画像是画像 它不是照片 哪怕照片角度不一样 还不一定能认出来呢 一直从案发之后的九月份 问到了零六年的一月份 好几个月的时间 每回走访调查 换回来的 只有对方一句话 没见过 哦没见过 没见过 这么一个大活人 不可能人间蒸发呀 他能跑到哪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做了大范围的走访摸牌工作 也画了模拟画像 但是甭管问谁 听到的都是一句回应 没见过 虽然每天还是早出晚归的 但是 大半个格尔木都查过来了 就是没找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另一组成员呢 去了河南 调查结果也很让人失望 查来查去 根本查不出来 专案组成员呢 这心里边急的都不行了呀 马上过年了 格尔木火车站 会迎来大量的返乡人流 犯罪嫌疑人随时会借此机会外逃 于是又调兵遣将 来到了火车站 汽车站 进行走访 进行调查 进行布控 从年前到年后一个多月 专案组成员呢 一天也没休息过 除夕夜那天 老百姓都在家里边大团圆呢 但是专案组成员呢 在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会议室里边 熬了一宿 每个成员 都发表了意见 大家一致认为 现在案情陷入僵局了 侦破呀 得寻找其他的方向 要从其他方面入手 这犯罪嫌疑人作案之后 把车开上便道 这就说明 他具备一定的驾驶技术 选择作案的地点 又是那么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 证明他对青藏公路比较熟悉 很可能经常往返于青海西藏两地 911持枪抢劫杀人案 专案组的副组长决定 缩小侦查范围 从常年跑青藏公路线的运输司机 开始查起 于是 在格尔木市一些运输公司里 专案组成员穿着便衣 跟司机们套近乎 向他们打听有关的消息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有不少司机啊 也跟专案组民警成了好朋友 尽管马不停蹄 但这起案件就是没有突破 一直到了07年9月份 已经案发两年了 这才有人透露 说有的司机啊 在青藏公路跑运输 为了防身会买藏刀啊 买匕首啊 其中 有一个人还从黑市上买了一把枪 专案组成员一听 枪 谁有枪啊 跑青藏县的司机手里边有枪 这可是重要线索 如果找到私藏枪制的司机 案情很可能会有突破 但是提供线索的司机师傅说 还我们也是听说的 也没见过这人 据说他呀早不跑运输了 现在去哪儿 我们也不知道 哎呀 案件侦破到了关键阶段了 但现在这线索又断了 到哪儿找这持枪人呢 警方又开始不停的调查走访 时间一眨眼又过去几个月 终于私藏枪制的司机赵建军 浮出水面 赵建军陕西人30岁 早年曾在109国道跑过运输 家住戈尔木市郭勒木德镇 认识他的人说 这小子可厉害了 比说相声的都厉害啊 能说山东话 河南话 东北话 青海话 陕西话 各地方言 人家都会 人这方言标准到什么程度 跟本地人交流毫无障碍 并且本地人完全听不出来 从05年9月起 赵建军就很少回家 据说呀 在外边打工 从别人的嘴里面 警方也得知 赵建军此前流露出一个想法 想着干一票大的 哎 现在赵建军的各项条件 基本上都吻合犯罪嫌疑人 2007年11月份 专案组决定全力查找赵建军 首先从他的朋友家人入手 耐心细致的做调查工作 对赵建军可能出现的场所 做严密布控 专案组的成员呢 有的假扮成打工人 有的假扮成业务员 各个地方蹲点守候 可是一连守了十几天 也没等着这赵建军 就在大伙情绪低落的时候 以为这一次又要无功而返的时候 12月7号 一条重要线索反馈到了专案组 说赵建军正在海西州天郡县 墓里煤矿 一处施工队上打工呢 于是 格尔木市公安局副局长 果断下达命令 立刻到天郡 缉拿赵建军 当天专案组一行四人 开车从格尔木 赶往天郡 天郡哪 道路崎岖不平 尤其煤矿 地形很复杂 犯罪嫌疑人一旦逃进山里 那抓捕工作可就是难上加难了 要想抓捕他 必须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而且 这赵建军手里边有枪啊 很有可能负于顽抗啊 必须要趁他不注意一举拿下 12月7号中午 专案组成员到了墓里煤矿 穿着便衣 打听半天 这才找到赵建军打工的那个施工队 施工队的老板说呀 我们这儿确实有个赵建军 他有驾驶证 有时候呢 我们队啊 安排他出去拉货去 于是专案组成员 让老板把施工队的驾驶员召集到一起 民警呢 没直接开门见山说这案子 而是告诉大家 不久之前呢 矿区公路上 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工作 登记一下驾驶证号码 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专案组成员 一个个接过大伙的驾驶证 赵建军心也大 直接把驾驶证就交出来了 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他 随后不露声色 就问他 哟 赵师傅 你这驾驶证怎么没审验呢 不会是假的吧 跟我们到车上查一下吧 这时候赵建军就有点担心了 但还是跟着专案组成员上了车 到了车上 赵建军还辩解呢 我驾驶证没问题呀 嘿 管你驾驶证有没有问题呢 做他旁边的专案组成员 把手伸进随身携带的皮包 你别急 我这就给你登记 说着话音未落 从包里抽出来手铐 啪的一下子 戴他手腕上 你们干什么呀 凭什么抓我呀 赵建军 我们是戈尔木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刑警 05年9月11号 在109国道发生的事 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听这戈尔木公安局刑警一说 赵建军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 一下子 摊坐在座位上 过了半天 这才说了一句 我侥幸躲了两年多 没想到 还是被抓住了 随后 专案组成员 押着赵建军 赶赴西宁 开始连夜审讯 经过审讯和DNA鉴定 确认赵建军 正是公安部通缉的 制造震惊 青藏铁路的 911持枪抢劫杀人案的 犯罪嫌疑人 尽管侥幸逃脱两年 但依然落入罚网 赵建军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 欢迎收听 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张宏卫怒气冲冲的 拖着一条死狗 去县里派出所门口 报警的时候 大概怎么也没想到 告到最后 竟然把自家老父亲 告进了监狱里 张宏卫跟警察报案的时候 那条死狗 就躺在他脚边上 警察姓何 是县里派出所的片警 年纪轻轻 家在大城市 是考公务员考进来的 刚到基层锻炼没两年 还不太适应 对着一具新鲜热乎的 犬类尸体询问案情 他一边皱着眉头 一边问张宏卫 能不能把这条狗 先挪到一边去 张宏卫脸胀的通红 唾沫星子一口就喷到了 何警官的脸上 我就是给你看看 要不是我闺女灵光 搁这躺的就不是狗 是俺的儿了 也难怪张宏卫着急 这件怪事落在谁头上 谁都心慌 事情啊发生在半天之前 就在这天下午 他家院子里忽然从天上掉下来一根 炸的酥脆喷香的大鸡腿 跟村子大部分的家庭一样 他和老婆平时都在县城里打工 平时呢只有周末才回家 家里还有两母弟 有孩子的爷爷奶奶照看着 种点蔬菜粮食大部分呢都是自家吃 也不图赚什么钱 家里还有一对儿女 女儿六岁 儿子刚四岁半 正是农忙的时候 白天爷爷奶奶下地干活 家里呢就把大门锁上 只留着两个孩子自己在家里玩 到了饭点的时候 老人家才回来准备饭菜 据张宏卫的女儿说 那根鸡腿忽然从院子里掉下来的时候 就是家里没人的下午 小儿子才四岁多呀不懂事 闻到鸡腿的香味 从堂屋里乐呵呵的走出来就要去捡 得亏女儿长了个心眼 觉得鸡腿来路不明 又掉在地上脏了 没敢给弟弟吃 抱着弟弟进了屋里玩 又顺便把鸡腿给踢到了院子边上 转眼到了傍晚五点多钟 老两口从地里回来 跟着一起的还有家里散养的一条土狗 老两口进屋准备饭菜 那土狗鼻子灵啊 闻着味就凑到了鸡腿边上 子牙咧嘴的就啃了起来 没过几分钟 那狗忽然呜的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很快口吐白沫四肢抽搐 直接咽了气 小孩子也没见过狗死的样子 在院子里被吓得哇的就哭了起来 老两口听到声音出来一看 也吓了一跳 爷爷胆子大 走过来仔细一看 发现狗死的边上啊 还有半根没啃干净的鸡腿骨头 这鸡腿哪来的 他就问孙女 天上吊的 胡扯 爷爷生气了 以为是孩子偷了家里的钱 去买了不干净的鸡腿驰 举起手来就要打 小女孩吓得也跟着哭了起来 一边哭 一边断断续续的 跟老两口说了下午的怪事 老两口岂出不信呢 后来听孙女说的活灵活现 想想看家门又是锁着的 就算偷了钱也出不了门啊 更何况 如果买回来的鸡腿肯定当时就吃了 怎么会好好地留着喂狗呢 这么往身里一想 那这事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打电话给红卫 让他赶紧捆回来 爷爷扯着嗓门 一边拍着桌子 一边怒气冲冲地吼着 问他哥外边遭了什么孽了 都有人来家里下毒 要弄死他宝贝儿子了 当天晚上 接到电话的张宏卫连滚带爬 带着老婆搭着车 就赶回了家里 听完全因后果 张宏卫跟老婆坐在院子里 寻死了半天 也不记得跟谁结下过这么大的仇 要来家里下毒弄死他孩子的地步 思来想去 张宏卫决定还是要报警 不找出那个人来 这回是躲过去了 下回呢 就这么着 张宏卫趁着夜色 拖着这条死狗 就来到了派出所 听完他的叙述 当地的片井也愣住了 这光天化日的 下毒的手法不仅操 胆子也够大的呀 相关的调查很快启动了 根据化验结果 这鸡腿里边啊 果然被人下了毒了 不是什么稀罕物 就是农村里家家户户 都常用的农药 剂量可不小 够把一条狗当场毒死 那就也够把一个小孩的性命夺走 然而 街坊四邻的口供都说 那天下午没看到什么人来过张宏卫家门口 不过正是农忙的时候 村子里啊 家家户户呢 都差不多一个样 青壮丽在城里打工 老人呢 在田里种地 留下孩子自己在家里玩耍 剩下的下午 阳光炙烈 整个村庄啊 都像是一个无声的坟墓 除了蝉鸣和挖叫 几乎听不见任何的声音 更别提路上的闲人了 家家户户都只有小孩留在家里边玩耍 能看到个什么呀 没有人证 所幸的是 村子里呢 还装了几个摄像头 张宏卫的女儿啊 不记得鸡腿掉下来的具体时间了 警察只能把整个下午 从午饭之后到晚饭之前的监控 一一的排查了一遍 有摄像头的地方 只有村口和几个主要的路口 根据张宏卫家的方位 警方排查了几天之后 终于锁定了一辆蓝色的电动三轮车 大概下午四点钟左右 那辆车子从北边的路口驶进村子里 经过了张宏卫家不远处的路口 过了不到十分钟 又很快的原路返回了 而问遍了整个村子 当天下午谁也没见过这一辆车子 也不知道车子的主人是谁 来这儿究竟是干什么呢 根据他停留不久之后 就匆匆原路返回的可疑行踪来看 有很大的概率 是从外村进来投毒的 然而村子里监控摄像头的质量比较差 只能隐约辨认出是个蓝色的电动三轮 至于型号牌照 驾驶者的体型性别 什么都看不清楚 案子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警察没办法 只能挨个从张宏卫家的大人身边入手 试图从作案动机排查 看看最近他们和谁起过矛盾 可就在这时候张宏卫忽然撤诉了 他说呀就当他没报过警 这事他不查了 自家儿子差点被毒死 警察调查了一半 这个当爹的却忽然说不查了 警方觉得事情可疑 于是呢立刻把张宏卫带去盘问 可甭管怎么问 张宏卫就咬死了一句话 说是警察没本事查不出个结果来 还白白丢人 又耽误他们打工赚钱 他们呢不想查了 这话说的警察火气一冒三丈高啊 可没办法 张宏卫说的人也是真的 农村偏僻闭塞 生活寡淡 张宏卫家被人投毒这事很快就传遍了十里八乡 周围几个村子里边啊 大伙一个个的都议论纷纷 说的最多的就是张宏卫在外面欠钱不还 被人讨债上门了 这个毒鸡腿就是一个下马威 如果再不还钱就要杀他们满门 这种无稽之谈听在警方耳朵里实在是啼笑皆非 可耐不住村民们一个个都偏信这一套 到了后来张宏卫再怎么努力想要自证清白 可他说的话别人是连一个字也不信了 甚至这事啊都传到了他工地那去 连包工头都问他 你是不是在外头赌博了欠账了一副小心翼翼的警惕着准备随时开除他的语气 张宏卫好不容易求爷爷告奶奶又摆了席请了酒 这才保住自己这份工作回到家里更是身心俱疲 本来想好好休息 结果孩子的爷爷奶奶也在家里闹开了 说这事啊要是再闹大了他们老张家在本地可就没脸见人了 孩子奶奶天天抱着孩子在家里边哭以泪洗面 爷爷呢气得满屋子打转 说要找根绳子吊死在屋门口算了 张宏卫啊被逼得急了 没办法一咬牙 这才来找到警方说不查了就此打住 他也不再想追究了 警察问他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 再来人给你家里下毒你可怎么办呢 张宏卫呢耿耿着脖子说他以后一家老小只吃自家田里的东西 外面的饭一口都不吃看谁能给他们下毒 张宏卫认了死灵警方也没办法 然而调查还得继续 这种涉嫌故意杀人未遂的案子已经报到了上头去 上头非常重视 领导专门做出批示 一定要把这件性质恶劣的案件查清楚 把凶手找出来 不能搞的村子里边人人自危啊 当事人不配合 人证物证全都没有 调查一时间就陷入了僵局 谁也没想到 出现突破口的呀 竟然是随随便便的一句问话 自打张宏卫不想查了之后 干脆带着老婆重新回到工地里干活去了 再也不问这件事情 家里老两口呢 也不下地干活了 天天守在家里边 护着孩子 偶尔不得不下个地 也是轮流去 起码总得留下一个在家里看着 不只是张家 村子里绝大多数有小孩的家庭都选择了这么干 有传言说 其实张家呢 也没得罪什么人 就是遇到了变态 专门在鸡腿里下毒毒死小孩的 就是张宏卫家倒霉 撞上了第一个 谁也不知道自家会不会是第二个 案子一天没破 村子里的气氛就一天比一天紧张 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那辆蓝色三轮车的来路 可是这附近都是干农活的村子 家家户户都用三轮车蓝色又多 一个村子里没十辆八辆得有吧 调查人员把那跟马赛克一样的劣质监控视频看了成百上千遍 想要从里头找到一点这辆蓝色三轮车的特征 可是呢无功而返 没办法只能继续询问张宏卫家 何警官在此登门的时候给他开门的孩子奶奶眼神已经充满了戒备和不耐烦 俺们家都说不察了 你们还要干嘛呀 何警官火气也上来了 他们这么拼死拼活的是给张宏卫家找凶手 没想到对方啊还不领情 一言不合眼看着就要在家门口吵起来 还好身后的老同志经验丰富 及时的把何警官拉住了 居中调和着 孩子奶奶呢还是不解气 一边抱着孙子一边嘟囔 你们这些警察是干什么吃的呀 找人找不着 三天两头的就来俺家门口晃悠 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俺家老张犯了什么事呢 何警官这火气又上来了 报案是你们家报的 现在找不到人 也是对你们家孩子找凶手 你们这什么态度啊 什么态度啊 俺就这态度 站在边上的孩子爷爷也吹胡子瞪眼呢 穿着一件大汉衫 一边扇着风一边不耐烦的白手 俺没什么好说的 走吧都走吧 孩子奶奶眼看就要关门谢客 老同志啊赶紧在中间打着哈哈 哎呀 那个孩子他爷爷奶奶啊 你们呢也别着急 我们已经有眉目了 这不是再来问问你们吗 眉目 什么眉目啊 你看 那三轮车不是打北边来的吗 我们看了地图了 最近的是瑜伽级 你们在瑜伽级里有没有什么仇家 最近跟谁发生过矛盾吗 孩子奶奶这时候脱口而出 瑜伽级 小孩他外婆不是在 何警官这时候又不耐烦了 又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是问仇家呢 扯孩子外婆干嘛呀 可奶奶的话一出口 孩子爷爷的脸色刷的一下子就变了 他重重的咳嗽了两声 打断了这个话茬 孩子奶奶呢 也立刻低下了头 像是从来都没说过话一样 摆弄着怀里的孙子 神色非常不自然 何警官愣了一下 忽然琢磨出点味道来 你们说孩子他外婆是瑜伽级的 孩子爷爷没答话 重重的合上了家里的铁门 当天下午派出所的车就停到了孩子外婆家门口 原本只是抱着上门问问情况的心思 没想到警察一出现在家门口 孩子的外婆两腿顿时都软了 整个人瘫倒在了地上 他说他招 他什么都招 何警官也傻眼了呀 他是来找给孩子下毒的凶手的 这外婆胡乱招个什么劲啊 可是很快 在外婆家的院子里 他们找到了一辆蓝色的电动三轮车 何警官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 鸡腿是你买的 自家炸的 上面农药呢 我涂的 那不是你亲外孙和外孙女啊 是 那你自己下毒 毒自己外孙外孙女 你图个啥呀 那两个老不死的 坑俺的钱 外婆说的这话 让何警官啼笑皆非 他甚至一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做完这份笔录 外婆说 其实他和孩子的爷爷奶奶 经常趁着休息的时候啊 去县城里边的小澡堂子 搭伙卖银 农村里 结婚生育都早 十几岁成家立业是常有的事 说是孩子外婆 其实也就四十多 孩子奶奶呢也差不多 爷爷年纪稍微大点 也就五十多 县城里农村里 孤寡老人都多 生理需求呢 也不少见 这种四十多岁不到五十的卖银女 并不缺少市场 当然价格啊 也是低的惊人 孩子的爷爷算是半个中介 每次去县城都是他骑着小三轮车 带着孩子的奶奶和外婆一起 跟当地的地头蛇 做好交接 中间分子抽成 偶尔呢也会带点别的女人 介绍生意 三个人这么合作了大半年吧 可孩子的外婆总觉得 孩子爷爷奶奶联合起来 坑了他的血汗钱 为此他们不止争吵过一次 每次呢都是无疾而终 孩子的外公啊去世的早 只留下外婆一个人 以一敌二自然争不过人家两口子 每次这么差语而归 外婆这心里边呢 这恨呢就多了几分 到了最后 他终于决定 要给这对坑骗他钱的老不死 一点教训 于是在家里砸了鸡腿 抹上农药 趁着下午 爷爷奶奶家里没人 把鸡腿从院子外头扔了进去 然后掉头就跑 何警官听完了 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就因为这个 你要毒死你亲外孙啊 外婆嘟囔了几句 最后还是终于说了 他说呀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每次出去的时候 孩子爷爷奶奶呀 都在我面前炫耀 说自己老张家有后 乖孙子又机灵又聪明 以后肯定长本事 可我没孙子呀 他呀 家里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女儿呢 早就嫁出去了 是别人家的人了 自然不用提 唯一的儿子 却只生了女儿 他几次三番的催 想让儿子再生一个 可儿子都只说女儿挺好 还嫌他烦 早早的就搬到外地去住去了 逢年过节 才偶尔的回来看他一次 他说了 就这俩老东西能 我让你们有孙子 我让你们有孙子 这老张头呢 是新犯 北盲认识他的时候啊 他才刚进来没多久 五十多岁 精神挺好 一张脸跟铁锅似的那么黑 怎么看都是一个干农活的老把事 谁也想不到 他居然是犯组织卖淫罪进来的 别的犯人好奇呀 问他这把年纪了都组织的谁呀 他不说脸色呀就更难看了 北盲看过他的档案 对他入狱的经历 也忍不住嘖嘖称奇 新犯入奸要实必谈 按照规矩从北盲手底下得走一遍 跟他聊天的时候啊 北盲也问他 怎么想起来带着老婆和亲家 做这种生意呢 他的回答很简短 就俩字赚钱 说完了 他的嘴呀就闭得严严实实的 一副半个字都不想多说的样子 没办法 北盲只能又问他 既然进来了 现在怎么想的呀 他呢沉默了一下 然后机械式的就开始背词了 本人老张深刻认识到了 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接下来的时间里 本人将服从改造 接受教育 坚决行了行了行了 北盲摆了白手打断了他 我不是要听这个 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你这进来了 现在咋想的 老头起初不说话 可憋了半天 终于没忍住 恶狠狠的一拍大腿 女人哪 都狗日的刑囚 特殊职业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